現代人工作忙碌 經常在餐廳吃飯 香港人最喜歡點疊頭飯 份量夠大夠吃飽 但營養師說吃錯疊頭飯 罹患心臟病 高血壓 高血糖等慢性病幾率大增 炒飯要用很多油 而且飯其實就是碳水化合物類食物 其實它纖維本身都會在食物裡面 其實纖維會吸油 吸汁 一盤炒飯含11.5茶匙油 鹽分多達2100毫克 很多人都會以為 枝粥是素菜 很健康其實不是的 加上火腩就是豬腩六五花腩 其實它的脂肪含量十分之高 再加上汁醬那些 其實卡路里就很高 焗豬扒其實是用大量油去煎 而且豬扒本身它有些脂肪 可能廚師沒有剪乾淨就拿去煎 吃了這些跌頭飯 對健康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很容易會令到脂肪脂脹 形成過創 三高慢性病這些風險 令到肝臟會弄壞的膽固醇出來 變相其實就會令到我們 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很多汁醬 還有廚師也會用很大量的鹽去調味 碟頭飯的飯量也會比較多一些 很多時候對於一些可能糖尿病的患者來講 都會令到我們血糖控制不太理想 怎樣吃碟頭飯才健康呢 會建議蒸的飯 但是肉類和飯是分開理想的 就避免蒸的過程中 一些飯熟的油 而且蒸的方法 其實也不需要用上大量的油份 我們可以選一些小油快炒 和一些瘦肉的飯 因為放湯的做法 就不需要用上大量的脂肪去做 但是要留意 其實很多餐廳都會放很多鹽 或者雞粉等等去調味 所以其實也不建議喝湯 大家可以點小飯 因為作為一個健康成年人的女士 例如60kg左右 其實她吃一瓶碗一白飯 其實已經足夠她一餐的需要 其實也可以額外 再點出菜或者湯浸菜 令到我們吃多一點纖維 令到我們飽肚感又強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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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